49岁何超姨自认识赌王后代中最叛逆的女儿 不进入家族企业校里却跑去拍鬼片 还得到了老爸全力支持 如今赌王已经去世四年 何超姨在某档综艺节目中大放公开赌王家族分家产内幕 并坦然所分家产接受没有其他姐妹兄弟多 何超姨为新作品抵台宣传 被主持人套出很多劲爆的话题 她自曝从小被何超穷带去见各路大咖 还近距离和张国荣互动 因为赌王女儿身份从小受到了很多诱待 何超姨没有打官腔 大放承认自己分到了至少100亿港币的遗产 但离200亿差得很远 也就是说何超姨分到的财产在100亿到200亿之间 不包括此前赌王的支持 何超姨个人手上可支配的至少有91亿人民币 这个天文数字放在普通人身上连想都不敢想 何超穷却习以为常 在她看来 自己从赌王那儿得到的不是家族中最多的 她松口承认二房的兄弟姐妹分的都比她多 事实上 相信何超姨的这段话并不掺杂任何水分 此前她接受鲁豫采访 也强调了赌王的孩子们分到的财产不是平等的 上有何超穷 何超凤 何超侠 下还有弟弟何游龙 他们进入了家族企业为其效力 做出了贡献 在何超一看来 自己没有参与过家族建设 所以接受这个分配 赌王去世之后 各房仍然私下游往来 也没有出现为了家产争得头破血流的画面 不过 二房仍然是最大赢家 何鸿燊当年数千亿遗产 其核心产业主要是博彩业和房地产 二房抓住赌王留下的经济命脉 代表赌王家族与澳门签下合同 获得了三张新赌牌的十年经营权 而在奥于综合董事会的最新名单中 光是二房就上榜了两个 仅仅次于霍振廷家族 赌王健在时还能维稳 如今各房之间靠的是实力说话 而成为家族主要画世人的何超穷 给了何超一莫大的支撑 他本人也认证 在生活中很依赖姐姐 在老公病重出世的时候 第一时间也想到的是找何超穷帮忙 对何超穷又惊又怕 也发自内心地佩服姐姐 话又说回来 二房主要扎根于家族企业效力 但三房也不差 被调侃遭 赶出赌王家的平民儿媳其娇 虽然和赌王家族没有关系了 却还是自曝 每月有三四十万收入 每年花费至少百万养女 只不过豪门儿媳不好当 为三房诞下 两个小公主的其娇 伤心道 不想再找富二代了 其娇和豪门有缘无分 反观同样普通家庭出身的西梦瑶 备受四太重视 不仅被四太花重金送到名校就读管理课程 还手把手带着打卡自家酒店 被港媒爆料有意 让儿媳接管家族企业 虽然西梦瑶和何超穷 在家族当中的话语权不可比较 但至少她真正成为了家族当中的一份子 最后还是想说 何超姨从小叛逆 长大了活得比亲兄妹自在快乐 不用参与争斗 衣食无忧 已经是很大的幸运了 夺王何鸿燊去世四年 她的遗产安排一直是个谜 二房女儿何超姨最近首次曝光内幕 何超姨近日到台湾省宣传新作品 在一档节目谈及遗产安排 主持人问她有没有分到一百亿 何超姨笑了一笑 主持人追问有没有二百亿 何超姨马上表示 没有 差很远 从这段采访来看 何超姨分到的财产在一百亿到二百亿之间 而她还爆料二房的姐姐 弟弟分得比她还多 因为她对家族事业没有太大建树 所以心态平衡 没有因为分少了而不满 何超姨过去被吐槽是最叛逆的女儿 不顾父亲的反对去拍大尺度电影 后来得到赌王一亿资金的支持 加之何超穷和张国荣 梅艳芳等人是好朋友 她握着一手好资源 却打得稀巴烂 笑称拍电影都是亏钱 何超穷曾卖太妹妹没眼光 谈及拍电影 何超姨指自己拿到的财产 可以让她拍多几部 而她近期又天马行空 居然签了丈夫陈子聪的医生 为旗下艺人 眼光一言难尽 陈子聪的身体一直不太好 2016年曾患上肝硬化 痊愈后又放纵自己暴饮暴食 2022年10月在国外突然爆血管 做了多场手术 要不是何超姨有 超能力 人差点就没了 在陪伴丈夫手术期间 何超姨竟然看中了做的手术杨医生 带她回国开启演艺事业 从国人的审美眼光来看 这位杨医生没有当男一号的条件 何超姨则坚信杨医生可以走红 回到财产的话题 赌王生前掌控澳门的博彩业 有传她的资产最少2000亿 公开资料显示 三太陈婉珍 四太梁安琪 何超穷 何优龙的财产都在100亿以上 有的甚至手握300亿 何优君过去就曾发文表示 在她刚刚出来 创业的时候 四太让她去掌管50亿的公司 而何优君拒绝了母亲 最近她的电竞公司在美国上市 市值5亿美元 三房子女是何家最低调的 他们的财产并不输四房 何优企的前妻齐交 上个月自曝每个月收入三四十万 光是两个女儿的生活费 每年就要120万 有网友猜测 这三四十万就是何家给她和两个女儿的抚养费 网友常说付不过三代 但那是在乱世 无论何超姨怎么折腾 亏的钱只是冰山一角 而且赌王还留下一个几百亿的家族信托基金 就算钱都亏完了 每个月还是能领到六位数的生活费 这或许也是何超姨不停折腾的底气吧 据何超姨自己透露 她分得的遗产在一百亿到二百亿元之间 远低于二房的其他兄弟姐妹 原因是她对家族事业没太大 建树也就是说对赌王生意没什么贡献 但何超姨表现得非常大度 说自己心态平衡 没什么不满 不过对何超姨过去的一些 折腾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看法 她年轻时拍摄大尺度电影 曾被批评 叛逆还靠父亲一亿资金支持拍片 尽管她拥有不错的资源关系 但拍电影似乎总是亏钱 被姐姐何超穷批评 眼光不行 其实何超姨手头的财富 哪怕只有一百亿左右 对普通人来说都是天文数字 更何况她还能靠家族信托 每个月领取上百万的生活费 可谓是多金难倒 也许何超姨过去的确有些浪荡不羁 但现在却身家丰厚 可以支持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 比如给自己的艺人签约一位外国医生 这虽然引发了一些争议 但也体现了她作为富二代的大手笔作风 总的来说 何超姨虽然没有分到最多遗产 但日子已经过得很滋润了 相比之下 普通人的积蓄和生活费 恐怕都是一个天文数字 这或许就是和家人 与我们之间的巨大鸿沟吧 虽然何超姨没得到父亲最多的遗产 但她却拥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 有了丰厚的家族财富作为后盾 她可以尽情探索自己的兴趣 不必过于顾虑金钱的问题 比如说 她在赌博和娱乐圈都有自己的尝试 虽然经常亏本 但她似乎并不太在意 反而是她的姐姐何超穷 一直批评她 眼光不行 不会赚钱 或许何超姨并不在乎赚多少钱 而是更想追求自我实现 她最近又做出了一个让人不解的决定 签约了一位外国医生进军娱乐圈 从普通观众的角度来看 这位医生可能并不具备明星应有的气质和专业水准 但何超姨似乎坚信她能走红 可见她的判断力和审美品位确实有些与众不同 不过 这也体现了何超姨作为富二代的特点 她不必过多地考虑实用性和利润 而是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创意和想象力 毕竟 她每个月依然能拿到上百万的生活费 生活已经无忧无虑了 相比之下 普通人即使攒到几十万的积蓄 也只能勉强应付一时的生活开支 何超姨这样的富二代 似乎生活在一个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世界 他们可以尽情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 不必过于担心金钱问题 这无疑是我们所羡慕的 当然 过度溺爱金钱也不是什么好事 何超姨过去的一些 叛逆 行为 确实让人觉得 她有些轻浮和缺乏定力 但如果她能够在挥霍与积累之间找到平衡 说不定还会有更多令人惊喜的作为 总之 何超姨这样的富二代 固然让普通人羡慕 但同时也给人一种脱离现实的感觉 我们或许应该以平常心看待他们的所作所为 毕竟他们生活在一个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世界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